我们先另存档案 另存新档 我存到自己的这个地方 然后我就取名叫做 比较文件1 储存 这样我是不是已经有一份 Word的文件了 再来 因为我们就是要测验 电脑能不能 找出来 在第几页 什么地方有做修改 例如说有没有 我们把这个有删掉 好 那例如说 这个地方我加 比如说我们 好 我这边是不是加了我们 我有删除的 我有 我有加字的 对不对 再多做一个 问号 好 好 例如说 123 步骤 好了 把这个档案另存 好了 那接下来呢 好 我打开Word 打开Word的时候 然后接下来呢 我想要做两份文件的比较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你觉得在哪一个功能底下 在教育 好 那我们点它 然后选比较 那比较文件稍微注意一下 你的原始文件 原始文件一定是我的 那修订后的文件一定是长官看过的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就选择这个比较文件 好 所以第一次例 我是选到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文件1 好 这是我的原始文件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要选择比较文件2 开启 接下来点什么 确定 剩下都是电脑事情 你看 跑完了 我们先看一下 这边 这个是结果 这个是结果 这是来自于比较文件1跟比较文件2 在这两个四川没问题 那这边只是为了方便让我们去看 要看什么 要看这边 它说什么夜首夜尾 通通没有改变 这些灰色的你可以都不看 可是这个一定要看 这个代表就是有修改的地方 例如说主文件的变更与注解 这边 我们这个有被删除掉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点它 它就会告诉你 这个有 你要看第一行 知道吗 它前面这有一条直线代表说 此行处有作 修改 这个直线是在讲这件事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看到 有被删除掉 请问它是以哪一份文件为主 是不是比较文件1 它的底 这个底下这个固分是放这一份文件还是这份文件 原子 就是比较文件1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 这一份文件 这个有没有 本来是不是有 对不对 后来变成删掉了 这个有 所以它原本是呈现就是原始的文件 就是比较文件1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点这个地方 你不要点这里 点这里它不会产生联动 当我今天点它 因为这边要跟着一起动 好 重点是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 有看到 好 那这边是不是本来是没有我们 现在是不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插入了我们 接下来点到这个地方 有看到 这边是不是看到一个问号 你一定是看第一行知道吗 好 有修改处一定是在第一行这地方 然后呢 去看一下 好 接下来点这个地方 是不是看第一行这边增加了 第二三 State 好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比较文件的模式 所以 这边通通都是用红色来去呈现 不管是插入也好 或者是删除 都是用红色来呈现 如果你打空白呢 如果你打空白呢 等一下请你玩玩看好不好 来考验一下 它能不能比对空白 你就是随便在一个字 这个地方八分身中间 你看五个空白 看到变成怎么样 看到左边跑什么 对不对 那我们一般 这只是为了测试 这只是为了测试 我们一般都只有字的修改 不管是删除或者是插入 不过标点符号的修改 大概就是这些了 也没有什么空白 当然你也可以测试一下 好 请你们现在自己去动手玩一下 比较文件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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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